最近的操作 个股轮动这么快 邓淑芳老师说操作很简单 把握一个原则 去找出三到五天高周转率的个股 过去我们可能找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但是淑芳老师说现在要很快 三到五天高周转率的个股 然后配合技术现行 有涨的偏多操作 如果跌的话偏空操作 对 向下冲 所以刚刚有一些高人气骨 一代新人换旧人 刚刚讲到了航空航太 军工航太 保一 淑芳老师再接下来 这个族群如果真的气势 没有之前这么强劲 怎么看保一后续的操作 对 其实我们可以发觉到 整个解封概念各国 从中国的解封 一开始我刚才讲制药转弱 对 可是健健康康 跟吃喝玩耍正在强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发觉到 整个国防航太的部分 它的资金跑到什么 跑到节能 对 风电 对 风电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 8222的一个保一 你看看其实它早就转弱 如果不相信我们再来看 第一支最会标的叫 8033的雷虎 根本都没有动啦 OK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那这就代表这个族群 它正在什么 正在开始慢慢变冷掉了 你看成交量不见了嘛 但它还没有去完全的转弱 是它并没有跌破平台整理区 是 所以我们来看8222的一个保一的原因是 它月线早就跌破 它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叫生命线 如果再跌破季线 那我建议你 你就要走轮 可是这一档各国 因为它还没有跌破 所以你等反弹 反弹到哪里 你有没有看到 这都是套牢区 反弹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减码动作 OK 好 继续保一 那接下来盛达 盛达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股票 真的是很难讲 有人说车电 车电再涨 就是说车电 除能再涨 就是说除能 那今天大家就说 他在这个过程中在涨了 就是他有整个一个电力 譬如说电动车的电力的问题 那我姑且不论 我发觉这两个股 这人气很高 不过我们把浮标 移到这边来 前波大量区 你可以发觉到 这一档个股 最高价是最大量 可是它跌也跌不深 那就代表 这里面有两个阻力 怎么说 因为有个阻力 高档上面卖掉了 对不对 可是另外一个人 他接回来 他也不落 因为如果落 就像刚刚来讲 保一叮叮叮 会这样子 对不对 他也不落 他就让你撑在这里 所以这个接手 在今天里面 他再往上带了一次 你看这个量出来 假设这个量出来 基本上 他是有挑战前高的机会 那我们在挑战前高之后 你就看 不要双背零 我就说过前高 你不能说今天有量 明天就量说 然后过前高 KD指标没有过高 我们来看一下日KD 那你就要卖了 你看这个一定会背零 所以如果量再过 40.5的时候也背零 那我觉得你可以减码 OK好 所以双主力 前波主力把他丢掉之后 又有一波赶快 这五个人把他买起来 对而且这两个人 应该都是短线上面的大咖 看得出来他们AB站都很厉害的 OK好 最后一档市新 我们来看之前里面 我们一定会讲的是创意 一定会讲的是叫做M31 可是最近我们可以发觉 直接回到前波高点的 是市新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营收 那我觉得这一档 个股上面而言 第一个 这一波的低点 我们说你不要去做重叠 如果731块钱 如果能够守住 他就不至于转落 守住越整个拉回接近 五次均线 如果能够有手的话 那你可以稍微留意的原因 因此我们把资券掉出来 融资减少 融券增加 这一档是投信买超的个股 所以他的筹码正在转强 不要忘记一月到三月 还有个嘎空的提债 那如果未来里面来讲 嘎空个股再度转强 那你可能可以去注一些 眷值比开始攀高的股票 OK好 谢谢曙芳老师 请先回座了 这些族群热度还在 比如说军工 现在可能比较转良 但是有一些之前没有涨的 现在有一些些补涨 所以一代的新人换旧人 这旧人涨到了相对的高点 最近如果有一些拉回 怎么操作 淑芳老师都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再复习一次 最近的操作 找三到五天高周转率的人气焦点股 配合技术现行操作 就能够有强短的机会在了 那不过说 昨天显卡不是很强吗 昨天反应的利多 是来自于库存 已经大概消化到个段落 还有新品上市的利多 东的速度要很快 所以隔天来讲 他可能做隔日冲 前右跑去做别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利台 利台昨天拉涨停板 所涨停的是谁 某一家 凯基的某一家证券 所谓的两千四百多张 他买了两千四百多张 就今天就卖出了两千一百多张 所以等于是昨天买的 今天就全部卖出来了 可是你看这种股票来讲 其实现行是在低档区 他是有这边做一个横向震荡整理 所以这个股票来讲其实下涨的支撑 力道算是很强 配合到近期显卡的部分来讲 开始有些回升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股价来讲 他是承接一个震荡向上的 所以这个股票 其实利台去年 去年应该是属于亏损的一个状况 因为第三季第四季 亏损的状况来讲 更加的一个严重 所以他可以从底部 足够底部这样的一个股票 应该是属于现在开始在回升的 一个情况之下 那滑晴的一个角度来讲 他是呈现一个低档区逐步震荡向上上来的 其实他有业绩的一个题材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一个月之前 我们就用一个主题是显卡 我认为说产业来看显卡算是鼓底 开始要翻扬上来的一个族群 所以那时候股价在低档区 就逐步往上攀升上来 可是因为现在资金 他不在电子啊 他不在电子 他可以呈现一个震荡向上 已经算是很强了 如果说电子的资金回来 那你说这股票会不会持续往上退升 我们要从事什么 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何可以在低档底部区 去看到说 他到底是在足底的没有 所以从利空的角度去看 最近很多电子产业 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管是在显卡族群 不管是在所谓去东IC族群 或者在ABF载版族群 甚至PA族群 我们上个礼拜也都讲到 其实这股票利空不跌 那反而在这时机点 是不是一个比较长波段的 好的布局时间 说得好 我们现在对这些 在去年跌得比较深的 先找出去年利空在哪里 然后再找出什么时候股价利空不跌 所以我们用利空的一个情况 我们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底部的讯号 到底是不是适合一个长些 长波段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布局时间 你看一档股票在低档区 从高档刚下来跌的时候 也许你不知道他在跌什么 可能是在修正而已 认为在修正而已 可是一直跌一直跌的时候 你会受不了 如果你没有是一个停损点的话 越跌越多的时候 当腰斩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原来到时候利空出来的 开始有些利空 不管是报价的一个利空也好 不管是在库存的一个利空也好 你看到最近的一个很多产业是库存在调整 这样利空你如果在这个半年之前 你又看到这样利空吗 都没有看到 所以当这个时间点来讲 利空开始出来的时候 股价其实已经大跌一段 接近低档底部这区的一个时候 这时候可能刚开始利空出来 他还没有跌够 你只能适合观望 然后去追踪产业的一个变化 去寻求你只要做好准备就好了 再来你又开始看到 有些的一个外资开始调降平等 或目标价 那这个时间点来讲 股价可能已经接近到股底区的一个阶段 如果你是比较大 这个多加的 多加 如果有一多加去做一个调降的话 那可能是更确定 是在低档 接近低档底部的 大胆的投资朋友 你这个时机点 可以开始去分批折股 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了 那如果再来利空不跌 开始产生利空不跌 不管是公司出面 看坏也好 或者是法说上面开始看坏 外资看空的一个情况 报纸利空下有报道出来的 这时候来讲 可能你会发现到 出来的时候 股价反而不像之前 可能一下子利空出来 当天就杀到跌停板 隔天还持续再跌 反而是只是稍微跌一下 可能也有机会开低走高上来 有点利空不跌现象 那这时候投资朋友 就可以采取分批布局的一个角度 所以千万不要这里忍住了 这里忍住了 结果看到股价好像不低了 那我赶快是这时候卖 那就是所谓的砍在阿呆股 对 没有错 那时候来讲的话 可能你手中有的人 在这实际点也不需要卖的 我刚才提到的是 多头来讲 你想布局的人 可是手中有的人 你在这实际点 更不要去做杀低的一个动作 再来你又看到说 库存的一个区画 开始有些利多消息开始出来了 是不是报价不跌了 利多这个库存开始在消化了 有点弹生上来了 所以有报价的部分可看到说开始植稳了 只要有回档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都可以去做布局 你如果兜方的时候 那你甚至如果说你手中原本有的 在这实际点可以去做加码 摊平的一个动作 如果再来你看到说价格开始回升了 开始谈到说价格出现 弹生的一个情况 底部也形成了 可是这时间点来讲可能已经从低档去拉升上来一段了 所以不适合去做追高的操作 技术面来讲 如果说回到低档交易区 你才能在进场去做一个布局 哇 在这样的循环当中 我脑中浮现了好多驱动IC 也是面板也是钢铁也是 到底不同的阶段 怎么样判断已经走过了这个循环 最近股价已经是进场的好时间 对 我们就用这个联永来看 这个这个例子来当例子 你看联永从六百多块一路跌下 跌到这个位置点 跌到这个位置点四百块 你有看到什么利空吗 似乎没有看到什么利空 唯一看到的是什么 面板的报价 价格还在持续的下跌 在这边下跌下来 大家认为只是修正而已 可是在这边跌了半年之后 大家可能看到的 友达也都在跌了 大跌了一个一段之后 面板的报价还在下跌 然后开始看到营收的一个下滑 然后法说来讲的话 开始出现保守的一个阶段 然后甚至跟你提到说 满手的一个库存 可能都已经跌到低点的一个位置去 再来可以看到说 外资开始调降平等 外资在哪里调降平等 就在这个阶段 开始调降平等 对没有错 后面还有些低点 可是离低点已经不远了 这时候外资开始调降平等 多加而且不只是一加 可能两加三加 没有到全部 可是到这边来讲 低档区开始出来了 底部开始浮现了 开始传出一点点的利多消息 库存调整 是不是有些的一个率先 可能闻到味道的人开始就看到的库存调整 是不是有这已经到达尾声的一个阶段 所以股价开始弹生上来 可是在这个时机点 还有外资持续调降目标价 认为说这只是跌升的一个反弹 弹上来的时候 他认为又在调降目标价 甚至更看坏 股价已经不跌了 对 股价不跌了 这时候就是股价不跌 这时候我相信上 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是谁 大摩不是在这边大量的调降目标价吗 很多家公司在那边调降目标价 可是股价不跌 你看这几天股价持续往上攀升 再创下新高 所以这样子 刚刚那一张循环图 再加上联勇 你就知道以后 外资的报告要怎么看了 进一步你就知道 空手的人进场时电点在哪里 套牢的人到底什么时候要解套 等一下我们找几档个股 来跟您做示范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当然除了要告诉您 哪一些库存 大概已经修正到一个段落 现在可以进场之外 还要告诉您最近好多人 好多经济学家 好多华尔街的专家都说 再是已经到了进场的甜蜜点了 但是高收益在 投资等级在 非投资等级在 看起来职率都还不错 怎么挑 休息一下 期展告诉您